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字的頻道 我是雷蒂 在一年多以前 我的頻道裡面有出了一支 我是如何學法文的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出了之後呢 陸陸續續一直有 小文們來私下問我說 欸雷蒂 我是對於法文裡的光圈 零基礎的 到底要怎麼開始著手 要怎麼開始學法文呢 所以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零基礎的你 如何從零開始學起法文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囉 第一個 熱情 找到學語言的動力 其實每個人學語言 都應用他的目的 我自己就給他列成以下三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就是 maybe你心中有你崇拜的人 甚至是那個人 可能是讓你想要 有一天可以跟他 用同樣的語言來溝通的人 例如某一天你可能看一場電影 然後你覺得這個 裡面的男主角非常的帥 盼望有一天能 跟他用同樣的語言來溝通 之類的 那第二個可能呢 可能就是你之後 maybe想要到當地 留學生造去學習 甚至去工作 那第三個可能呢 就是maybe你純粹就是喜歡 很喜歡語言 想要讓自己增進另外一個技能 我又覺得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當時真的就是因為 看了有一部電影 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就是放了一半春天 因為那部電影 讓我意識到原來 發文是這麼的迷人 當下真的是完全處於 迷昧狀態 你那邊的歌啊 整個電影主題曲啊 配樂 整個就是 好啦 當時真的是 瘋狂的愛上這支片 雖然當時我剛剛說唱歌對不對 但其實我那時候真的完全 真的都不會發文 所以有時候我唱歌 真的就是一直哼一直哼 至少把那個旋律都記起來了 然後有時候就講一些 我自己以為對的法文這樣 剛剛講到唱歌 那第二點就是 找到自己喜歡的歌曲囉 唱歌除了旋律好記許多以外 也根本就不需要去在乎 講這個語言的腔調問題 因為你在唱歌的時候 基本上是 聽不出來 從旋律開始 然後慢慢去了解歌詞 甚至是它的發音 會唱歌之後呢 基本上你應該就可以 胡亂到很多很多的同學 欸 江老師 這次你這次發音不錯耶 要不要來教我們唸幾句 沒有啦 快點啦 你上來 你快點啦 我讀多什麼 哇塞 好厲害喔 欸 教我幾句 到底怎麼唸 我要知道怎麼唸 不會怎麼唸 對 怎麼唸 我讀多什麼 我忘記了 欸 不能唸 不能唸 不能唸的 只能唸唱 啊 為什麼 我讀 我讀 第三個 對 WinTV WinTV頻道裡面的影片 大聲的唸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在看 我們很習慣的 就這樣聽過去了 但我個人是認為 還是要把它實際的唸出來 感受一下自己所唸的 是否與你想像中的音調 有所差異 就跟學音樂一樣 很多時候呢 覺得自己彈得很好 但是錄音一錄完之後呢 再聽回去覺得 哇 老老也差太多了吧 就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心裡想 我們可以唸得很好 但實際上你唸出來的時候 發音的腔調 音調 又是另一回事囉 那在家裡這樣瘋狂的唸 瘋狂的唸 唸久了 你自己也聽順了 接下來你要學法文的時候 在開口上面 是有真的非常加班的效果 而且更給予你自己 在講話上面有更十足的 勇氣和信心 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威迪 影片頻道 我是威迪 如果之前有畫了我的朋友們 這女生講得超像你 哇塞 這個我太像了 好妹喔 沒有沒有 你不是要去法國了嗎 對啊 三個月後呢 那我們趕快來學法文吧 法文超懶 趕快一起去學 A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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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C C C 間斷的聽聽聽聽,聽久了 一定會多少聽出一些所以然 不管是聽到一成 還是聽到0.5% 聽了多少,一些真的都是你的 那當然前提是,你真的要持之禮恆 不能只有聽一個禮拜,然後之後就不再聽了 這樣子的語言的刺激 對於學語言的任何階段,也都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再來第五點呢 對於初學者,零基礎的你 真的可以試著到書店裡面去挑一本 你看得順眼你喜歡的 法文的自學的書 法文的初學自學書真的是有太太多種了 針對我一開始是 課哪一些法文自學書 之後呢,有機會五回的針對這個問題 來做一起來分享給大家 那最後一點呢,就是盡量想辦法 讓語言生活化 例如你剛學完法文的數字 還有法文的水果的單字 那在生活上,在廚房在切水果 或者是到超市的時候,看到這些東西 真的可以跟自己頭腦小小的想一下說 喔!對齁,拔辣 上次有看到WinTV Voila 喔!對對對 G-O-Y-A-V-E-O Gouyab 學完之後,然後試著套用到你的生活上 你也可以找 跟你法文程度差不多的 一起去互相練習你們的口說 為什麼要說找差不多的 因為在同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你遇到程度比你好非常多的 基本上你應該 不再敢講法文了吧 但是如果你找程度跟你差不多的 你就會比較敢放下心 然後好好的跟他講你可以盡可能講的法文 找個固定的時間 一起來練習 讓你學到的一切 不是只是記憶 而是真的被運用出來 中文這個語言以客觀的角度來講 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多個音,我們都是發了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講中文的人要去學其他的語言 或者說學法文 其實我覺得是不難的 只是我們要有一個敏銳的耳朵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把法文 或者說發音源講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就是這樣 從完全的零基礎開始學法文 真的是要有一顆 熱情、快樂跟好奇的心 唱歌啊、學喜歡的書啊 看完TV啊 或是聽Hadio、廣播 這些呢 都是讓你在學習語言的道路上 變得更加有趣 剛剛你影像所分享的呢 真的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最後把法文學得好或是不好 還是要看你個人自己學習的狀況囉 學習語言真的是終身的事 永遠不嫌晚 永遠也 學不完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有什麼心得或感想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很快樂 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啊 好難喔 哇塞 你要摸這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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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練得很爛啊 啊 啊 你在笑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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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